各位學弟妹,大家好,我是冠婷 今天很開心能錄製這個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是高考及格的衛生技師 目前自己在職業 各位會想說我這份職業跟我們的醫務管理到底有什麼相關呢? 其實這是當年在我們眾多科目裡面其中一堂選修的課程叫勞工安全衛生 後來畢業後來到醫院工作發現醫院有一個單位叫安全衛生室 有機會在那邊工作之後發現有很多的證照我們可以去考取 也就發現這個領域可以生根 最終目前取得所謂的職業技師資格 目前自己有開立公司 然後創辦一個所謂的事務所 然後自己在外面職業 很開心透過現在科技的發達 那也了解現在系上的一些運作模式 也可以看到很多優秀的學弟妹呢 能出國深造 去壯大這個所謂的國際的視野 跟國際有人做這個所謂的技術的交流啊 生活經驗的交流等等的之類的 那比我們過往其實多了很多的機會 那更特別的是現在的硬體設施 特別是這個智能的教室 透過這些硬體設施的改善 讓這個我們很多的同學 能讓這個學期上有更多不同的體會 不再單單只是所謂的所謂的口語化的教學 那有非常多實體實作的課程 那現在圓培醫館呢 課程非常豐富 然後也非常多元 那也跟現在的市場有做所謂的結合 那在這邊勉勵各位學弟妹 我們不要把自己的眼界設限 圓培醫館提供了很多的選擇 以及可能性 那期許大家能在這個求學的過程中 找到自己的方向 那發揮自己的所長 那在不管是在本職 或是在其他產業都有一番的作為 全靠的電視 成績